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元1339年 克什米尔建立了赛伊德王朝 献奉伊斯兰教 其领土范围包括包括克什米尔 阿拉伯半岛南部和东非的桑基巴尔地区 公元1587年 克什米尔被莫尔帝国第三代皇帝阿克巴征服 将其纳入统治范围 公元1752年 克什米尔称为阿富汗的杜兰尼王朝领土的一部分 公元1819年 新兴国家希克帝国占领了克什米尔的克什米尔河谷 公元1834年 在希克帝国征服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前夕 清朝的首国拉达克王派人的拉达请求支援 但被当时的清朝驻葬大臣拒绝 后来英国不仅把希克帝国给灭了 还独占了整块克什米尔 再后来就是印巴分子 历经三次印巴战争后 鉴定了目前克什米尔的基本格局 克什米尔目前由中国 印度和巴基斯坦三国分别控制 属于中国的是阿克塞钦和喀纳奔文走廊 属于巴基斯坦的是吉尔吉克 巴尔蒂斯坦和自由克什米尔 属印度的是查摩 克什米尔蒙 巴里加斯印度非法侵占中国 还有一个叫西亚秦兵川的地方 是印巴目前争夺区域 印度战有大部分 冲突时有发生 砍具体的老蒋地图开枪的 因为直到清朝 中国都没对这个地方进行过统治 其实现在中国的喀纳昆纶走廊园 本属于巴基斯坦巴铁 喀纳昆纶走廊 位于喀纳昆纶山脉的北侧 出席为一条大峡谷 1963年中巴双方签订了边境协议 中国出于对战略安全的考虑 要求将中巴边境 属于巴方的喀纳昆纶走廊划给中国 巴方经过慎重考虑后 决定放弃喀纳昆纶走廊主权 于是此地被划入我国的新疆地区 中国对小弟一向很大方的 那么为什么这次非得要喀纳昆纶走廊的主权呢 其实喀纳昆纶走廊 对我们的战略安全真的很重要 一句话概括就是 要喀纳昆纶走廊 是为了阿克塞钦 要阿克塞钦是为了西藏和新疆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新疆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处 但因为青藏高原的存在 导致两地联系 沟通极为不别 中国掌握了阿克塞钦 等于打通了西藏与新疆的联系 这两地分裂分子特多 而且有了阿克塞钦的中国 可以向西南俯瞰整个克什米尔 对印度从东至西泉县居高临下 印度不论从边境哪个地方过来 都面离红山峻岭 而且其最南端距离印度首都心得了约300多公里 虽然中国拥有了阿克塞钦 但是却在西北角却留下了一个空白区 而且无险可守 这就等于给了印度一个从西北角攻打阿克塞钦的机会 但是因为中国有了喀拉昆仑走廊 所以印度连这个唯一的机会都失去了 可以这样说 喀拉昆仑走廊是阿克塞钦的门户 而阿克塞钦又是中国西北地区的门户 相对于印度而言 有了喀拉昆仑走廊的中国 不仅可以在地理上阻断了印度进入中亚 把印度封死的南亚 还可以作为震慑印度的一件有利法宝 让他有所顾虑 不敢轻举妄动 喜欢的话多多关注 多多点赞 多多收藏 转发和评论 谢谢 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 欢迎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打击一件事